浅绿色的蚊蛋逐渐饱满 虽然略微受到气候影响 不过七土区种植蚊蛋的农友张青坡表示 只要没有台风来搅局 今年的蚊蛋品质应该相当不错 不过农友也提醒民众 由于今年在节气上 白露和中秋只差两三天左右 因此得在国立9月10号中秋节前 提早个10天到15天采摘蚊蛋 放置到阴凉通风处 经过所谓消水的过程 放到中秋节才会好吃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差不多在 中秋节前10天采摘蚊 有时候白露离中秋节有20几天 所以我们可以在20几天前就可以采 但是今年白露跟中秋太接近了 差了两三天 所以要提早差不多 在中秋节前差不多10天至15天 就要先采着 放着我们中秋节才能够吃到 比较好吃的柚子 甜度我们刚拔下来的时候 柚子是跟香蕉一样 拔下来要好几天 柚子是最早 等到它持水的话 最早要10天至15天 所以要提早拔下来的话 我们这里的甜度 差不多最少有12度的甜度 农友张青波表示 一般的状况下 白露和中秋节大概都会差个20几天左右 因此在白露之后采摘蚊蛋放置就可以 今年则是比较特殊 每隔几年就会遇到白露和中秋只差两三天的情况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记者吴俊松